可是扶苏公子,某家是云长,某家是云长 不愧是武圣关羽 开城门,此人是我门客,关羽关云长,乃是一员,绝是猛将 公子蒙冤受害,云长定要斩下赵高里斯人头,给公子泄愤 云长言重 公子,云长一路走来,遇上了那咸阳使者,虽有三百多人 但全部被云长手中青龙掩月刀斩掉,也算是给公子出了一口气 什么 三百叛国贼,杀了便杀了,蒙将军有什么好惊讶 糊涂,你这红脸贼,你杀了咸阳使者,胡亥必定知道我等未死 到时候大军压境,我等可没时间筹备呈访了 蒙将军,你若是怕了,便在这里等着 某家手提青龙掩月刀,来一千杀一千,来一万杀一万 这关羽太骄傲,难怪会有大义吃惊粥的悲剧啊 你 云长所为,也属于忠义之事 蒙将军所言,也不无道理 胡亥迟早知道,我等未死,但是眼下 眼下如何 我听闻大则乡,有人造反,声势浩大 楚地有相与刘邦造反 赵高里斯,必定抽调精锐,前往镇压 我辽东可解燃眉之急,夹缝中求生存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 竟然眼下帝国精锐内调,我等何不成的这个时候夺下整个辽东郡 近日涂抹以前燕国国土,争取推翻胡亥的资本 此即可行,公子这是上上之策 蒙将军所言,深得我心,传令全军,明日三更出兵 我要在三日内,拿下整个辽东郡,一个月之内占领前燕国 辽东郡一共有十八县,每一个县基本上都有五百多勤兵 听说是公子扶苏未死,竟然直接打开城门迎接扶苏入城 于是扶苏转眼,就就有一万三千人的部队 一日后,鲁智深前来扣官 五日后,军情传来 秦国速将杨端和领军三万,已经来到了辽西郡 再有一日时间,就要到达辽东郡 杨端和 杨端和一生未曾有过一败 只皇帝灭六国期间,更是与王俭多次出兵合作 这是一个不败的沙场老将 系统出来,给我查询一下杨端和的思维多少 系统提斯,杨端和思维如下 不愧是和王俭灭过国的人 这武力和统帅都达到了一流水准 不过我有蒙田和二爷 这杨端和如若执迷不悟 官二哥的青龙掩月刀,可是迫不及待了 杨端和老将军领兵前来 虽说有三万之众 但是他从远处来,志族必定疲惫 公子的意思是,趁着杨将军立足慰稳,夜间洗营 杨将军一生挣扎无数,而且从没有过一半 公子若是想要夜间洗营,只怕杨将军会有所准备 杨端和确实是帝国速将,而我的计策却不仅仅是夜间集营这么简单 老将杨端和,请扶苏公子出城答话 公子小心有诈 这个鸟人有什么好怕的 某与公子一同出城,便是百万军中 某也可以保得公子周全 公子谨慎些,填在城楼上 若是有变,官将军不可恋战 且护送公子平安回城 蒙将军放心 杨将军,许久未见 折煞老将了 公子,先帝有一诏,传为胡亥世子 却不知公子为何要做叛国之贼 大胆,公子秉承天命,乃是地位不二人选 胡汉逆贼与赵高,李斯阴谋叛乱 人人道而诛之 你个老匹夫,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诛 关于猛然报告一声,吓得杨端和胯下坐骑人力而起 他身后的骑兵竟然有人下个坠 乖乖,关二哥这九十九的武力,当真不是盖的 你是何人 某家河东关于关云长事业 你这老贼,快些下马归顺公子 不然,关某手中青龙刀定要斩你人头 哼,红莲匹夫,你好大的口气 老夫当年灭赵国的时候,你只怕还在穿开裆裤呢 老匹夫,找死 云长息怒 杨老将军,究竟谁才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还是回去,好生考虑一下 最后 扶苏请老将军记住一句话 公子请讲 杨端和,你记住 扶苏体内流淌着屎皇帝的血 灰尘 灰尘